让漫画更精彩 熊熊动漫解说 别忘记三连哦 蝴蝶忍真的很讨厌猪士了 在无限城之战前 主公大人邀请身为鬼的猪士 前往鬼沙队大本营 与鬼沙队同样擅长制作毒药的人 共同研制针对无惨的药剂 忍的姐姐去世时年仅17岁 而忍继承蝴蝶屋时只有14岁 虽然年纪很小 但他却和蝴蝶屋的女孩子们 没有一点隔阂 像亲妹妹一样对待他们 姐姐的葬礼上是忍最后一次哭泣 自此之后 只要在这些妹妹们面前 忍都会一直面带笑容 不过即使是这样温柔的人 对鬼抱有的仇恨也是极为强烈 而猪士却是实实在在的鬼 二人合作的时候难免会产生矛盾 但针锋相对的对象却不是猪士 而是御使狼 忍和御使狼相性很差 御使狼由于忍对猪士 经常产生憎恶情绪而不满 远因为感受到御使狼 对他的杀意而心生不快 两人简直水火不容 夹在中间的猪士 则感到非常无奈